請的就是今晚我想來點 什麼呢 但是這種狀況 就是有很多種暗示 對 所以有時候暗示 如果沒聽懂的話 就真的會出事 對 然後更何況很多人是民視 都還看不清楚 但是可能談戀愛 因為就是時間還比較短 所以默契 對 那夫妻已經當了幾十年了 默契應該會好很多 也是會先跟我老公講好心的 然後像我們那時候 談戀愛的時候 因為還沒有曝光 然後那時候就是 他也是就是農情祕密的時候 所以他都會 在他唱歌跳舞的時候 中間就會說 如果我這樣 就是想你 如果我這樣 就是愛你 所以 所以五六的歌迷都知道 他在演唱會上就會這樣 只要這樣講 對 可是那是以前談戀愛的時候 然後結果他這一次 就在高雄演唱會的時候 突然跳一跳又對我這樣 然後就這樣 突然覺得那個談戀愛的感覺 已經快忘了 妳確定這樣指示我愛妳嗎 沒有晚上就是要來點 小孩一起睡 因為像雅蘭應該就是很怕 昌明哥的各種暗示吧 我非常怕 而且我老公的暗示 是 你怎麼老公那麼晃 我跟你講 我真的 我老公出現的 對我看的神情 都永遠都讓我覺得他是變態 就是他每次永遠看到我 就是譬如說他今天晚上 如果怎麼樣他就 晚上吃什麼啊 然後我就說 吃牛肉麵好不好 吃什麼 我就說 我想吃牛肉腸 對 然後我就 整個火要飛上來 超不舒服的 我一點都不餓 我一點肥 難怪越來越熟 好難想像昌明哥會這樣子 然後 你有沒有 你現在設施衛生 服務器之間一定都有自己的暗示 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後 你們家是什麼 你先說 可惡 我們家很簡單 只要聽到爸爸在 就是王醫師在家裡 然後跟小孩說 你們今天早點睡喔 然後在看影片的時候 就看他在那邊倒紅酒 就是今天有事 那我跟我老公是 他都會說 老婆你今天想吃宵夜嗎 然後小孩都說 就看他趕快想出一些菜單來 對 所以是不是常常有的時候 福氣之間的暗號會出糗的 那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我們大家應該 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生了小孩 剛剛那個佩甄也講 你要幹嘛的時候 就是要把小孩支開 對 要不然就是要趁他們睡著 那我覺得朋友 可能比較好玩 因為他們就是 小孩大概兩三歲 兩三歲那時候不懂都沒關係 就算看到了 也不會怎麼樣 對 但是當他到五六歲的時候 就開始會理解 因為他為什麼要用暗號 是因為有一次 他的小孩 就是跑到房間看到 就把爸爸 打爸爸嘛 就說爸爸 你為什麼要推媽媽 然後媽媽還在叫這樣 看到 就是看到了 所以他們從那一次之後 就約定好說 我們要想一些暗號 要不然這樣子小孩 看到或是也不好 那所以老婆就說好 那他們就用燭光晚餐 作為一個暗號 比方說老婆會說 老公我今天想要吃燭光晚餐 沒有很猥褻的臉 沒有 很確定的 然後老公就說 好 就代表這兩個就約定好 今天要做這件事 那小孩其實 聽也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當然一開始講 會問說爸爸 什麼是燭光晚餐 就是點蠟燭吃飯這樣子 所以小孩聽久了 只是記得爸爸媽媽 就是有時候會說 要吃燭光晚餐 但他從來沒看過 對 就有一天 就是說他們家族聚會 真的吃燭光晚餐 你知道嗎 然後就點蠟燭 就很有那個 燈光美氣氛家 開始要吃西餐 就突然之間他的兒子 就講說 原來燭光晚餐就是這樣 因為他從來沒吃過 然後他就在 他聽很多 對 他聽很多 他說那個阿公阿嬤 爸爸跟媽媽就是很不公平 然後他說為什麼 這是第一次來 那那時候媽媽已經開始尷尬了 我就想說 不要講 吃飯了 所以這叫做燭光晚餐 這個真的是超尷尬 朱瑋哥 趕快是你本人的故事 他一定要的是朋友 朋友 對 我覺得這種 夫妻之間的暗示 有時候這樣同言同語 講出去 大家也就一笑之之 覺得好玩 夫妻之間 有沒有就是什麼樣 暗示的方法 或打暗號的方法 是比較安全 不會出錯的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朋友 他跟我講的時候 他是哭哭啼啼 然後為什麼會一直哭呢 就是他那一天跟他男友 就是沒有打好暗號 那我們在場一堆朋友 都在現場 其實我們也都不知道 然後我也是那個不知道的人 就是男生就 就在我們一群人 在聚會的時候就說 那我們等一下不要去唱歌 就問那個女生 然後女生就說什麼意思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那女生打給我是說 他跟他男友吵架 那為什麼吵架 是他們原本有預計好 他們暗號就叫做唱歌 然後他的男朋友就講說 我們要不要去唱歌 然後大家就一擁而上說 我也要去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要去唱歌 然後那個男生還說好啊 他們的暗號是那種 就是約群體活動 沒錯 我就覺得是要多人運動 對 暗號也太普通 太容易被搞混了 對 然後所以這樣 這樣就容易搞混 那後來我就跟他說 其實像這種暗號 我們平時就要建立好 它有那個SOP的 就是你第一個 不要建立動作 眨眼睛這種 動作很容易出錯 所以比較適合的是用 用名詞 比方說我們平常就要有一個情趣 就是說你是我的小熊 或是你是我的蜂蜜 你是我的小熊這種也很容易被 不是 可能突然講出來 沒有 當然你不能 不是說在現場 要說你是我的小熊 所以你們平常要先建立好說 它的暱稱叫小熊 然後它的暱稱叫做蜂蜜 或是雲朵之類的 那先建立好一個暱稱 然後跟這個暱稱相關的隱喻 就會一起被連帶引出來 比方說 那我們今天晚上去採蜂蜜好不好 或是我們去買蜂蜜 那這樣 小孩會說 爸爸晚上你要去哪裡採蜂蜜 對 就算是這樣 就算是這樣 你還是可以去拿那個蜂蜜 就可以去買 但是回去之後 就可以倒在別的地方這樣 好 太多了 最怕不用教訓 不過這裡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剛剛有幾個講到 就是我們心理學有講到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如果真的被小孩發現怎麼辦 被小孩發現的話 千萬不要生氣 然後 不要推出房間 對 不可以把小孩推出房間 你可以先說 那先等爸爸媽媽媽一下 然後你們收拾好之後 再跟小孩解釋說 剛剛那是發生什麼事 否則他們以後可能會 對於做外展示 或對於相關的事情 他們有非常大空間 但是當下爸爸媽媽 都沒穿衣服被發現 然後還要說你等一下喔 就是不要有生氣 或是讓小孩有責怪的感覺 好情緒 可以嚇到小孩的樣子 對 他會 小孩會覺得說 以後早要做展示就是錯的 或是不是我害的 對 所以那個情緒要收拾好 然後一定要跟小孩解釋 是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很多 都是用什麼Line 就是像這種社交的軟體 對 其實有一些公共的平台 是不能亂打暗號的喔 對 因為有些暗號 它是被這個平台認定 這個是猥褻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樣是猥褻喔 然後你的帳號就會被鎖住 那我要講的這個是 我們都聽過 就是說 那其實在那個阿飄月的時候 你不能拜三種水果 你知道嗎 是香蕉 梨子 什麼蕉蜜賴喔 對 香蕉 梨子跟那個 梨子 對 因為就是 九梨賴嘛 對不對 所以就不可以拜這個東西 但是他卻成為一對 這個已婚男女 各自都結婚偷情的暗號 怎麼講呢 因為這個男生 他就是要偷 要婚外情嘛 那他就是故意在臉書上面寫說 說 因為其實他老婆 也真的不是很喜歡吃水果 那因為另一半不喜歡吃水果 他就不太會去買水果 所以這個男生就寫說 我好可憐喔 就是我老婆都不愛吃水果啦 那我也自己沒時間買 我特別喜歡吃 香蕉 梨子跟梨子這樣子 那不知道哪個好心人呢 是可以幫我買嗎這樣子 就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真的嗎 我老婆也不喜歡吃耶 就是大家七嘴八十的留言 那就有一個就留言說 喔 我可以幫你買耶 我家旁邊剛好是水果行 你是要我買了你來拿 還是我拿來給你這樣 就會有留言嘛 所以一般正常人看到這篇文 他不會覺得是什麼 就覺得這個男的在靠北老婆而已嘛 老婆不買水果 然後朋友有情相提 對 沒錯 但其實他就是在暗號 什麼暗號就是說 我想要跟你來一下 所以就是 就你來 所以這個女生回應他是說 是要在我家還是在哪裡 因為我家旁邊就有水果行 但是你總不能每次都用這一招啊 所以他有時候就是會 直接PO三個水果 那就是在告訴另外一個人說 我又想了這樣子 就是三個鳳梨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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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是用水果蔬菜 來代表PO情就對了 就有一天就踩到地雷了 因為就是換這個女生 他要叫這個男生來就對了 那他就等於是就學這個男生 他就說我來做個問卷調查 請問你比較喜歡吃水蜜桃 還是喜歡吃茄子 我聽說男生比較喜歡吃水蜜桃 女生比較愛吃茄子 那這個男生就在下面寫說 當然是男生愛吃水蜜桃 女生愛吃茄子啊 可是就很多人留言說誰說的這樣 就有這一篇文 其實FB在2019年的時候 就已經把這兩種圖案禁止 就是如果 真的喔 如果你在你的臉書 有PO這樣子的圖 而且是很多喔 你的帳號可能會被寄 因為他的機器會去收 FB的機器人他會去比 喔 頻率太高 對 就好像說你的 你的如果有版權有侵權 他也會去比對嘛 所以他們兩個的帳號 就被封住了 那老婆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老公突然臉書被封住 那老公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因為老婆很厲害嘛 很會做這些 很會搞這些嘛 後來一查 原來 因為這老公不知道 PO茄子跟PO水蜜桃 會被封鎖 所以後來老婆去查 發現是這樣 妳是因為這樣被禁耶 然後再去查他前面的一些留言 為什麼妳這麼多水果 而且還是同一個人 對 然後就發現了這一段艱情 因為這個老公就是偷吃 但是又沒有擦好嘴 因為不知道這個科技 現在有這樣的限制 我覺得是他老婆很厲害 對 因為他老婆根本就是科 因為又是我們的個性 老公說被封了 我說怎麼會 然後就沒有會再問下一句了 我們就會想辦法趕快幫他 就是解除 還要找朋友 趕快幫他重新設定 對 老婆就是 幫他弄好之後 因為他弄好他要追出 被封的原因 原因 對 那這個老公應該 也算是怕老婆啦 因為作賊心虛嘛 對 所以就 人盤脫出 所以要來問一下 我們專家海苔胸 如果說真的是表錯情 會錯意 或者是這種誤會 已經產生的時候 我該用什麼方法來彌補呢 其實在各種誤會情況下 我們最害怕的就是說 對方明明就錯 然後不認錯 然後就覺得很機車這樣 所以當事人如果你是那個 就是不小心讓對方 覺得很難搞的那一個人 那第一件事情就要認錯 比方說像雅蘭莉 就說 對 我就是小氣 對 因為如果你特意辯解說 哪有哪有小氣 那個世界上一天 到底說哪有的人 就是他有 對 他一定要非常強烈的否認 永遠說 我 沒有罪 你都沒有罪 對 然後所以 你要先承認自己有一個東西 就是你不想要面對那個東西 其實你要想像你心中有兩個自己 有一個自己是潛意識裡面 想要做某件事的 譬如說還是想要唱歌 還是不想付錢 對 然後另外一個自己 可能是跟對方已經打好暗號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打好暗號 但實際上並沒有 那在這種時候 如果你是要跟對方建立暗號的人 你要先跟他約定好說 萬一暗號沒有實現 那你有什麼補救的方法 就是 就是的事情要先討論 以避免之後吵架 所以我覺得暗號沒實現 是很正常的 因為有時候會錯意 但是最重要的是 沒實現之後 兩個人可不可以好好溝通 就在你們事前 建立暗號的時候要先確定好 了解 我怎麼覺得我們剛剛在電視上 把我們夫妻的暗號講出來 那小孩子 我們小孩子 對啊 以後不能 我們今天回去就要換暗號了 你以為 但是他們的記憶中 已經有了好嗎 我們換冰的 最後一個 最常遇到的就是 如果我和別人做愛怎麼辦 一定要到做愛的程度嗎 不能 不能就是在壁咚之類的 或是持指交扣 或者是接吻這樣 譬如說我如果夢到朋友 那我是背叛我老公 那如果大家是夢到這種夢的話 不用緊張 因為它不代表你會出軌 但是的確跟你的內心的 渴望有關 有幾種可能 第一個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內心有個渴望沒被滿足 比方說你的先生或你身邊的伴侶 他沒有辦法在身邊陪伴你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人可以陪伴你 那另外一個狀況是 你不一定會出軌 但是它可能意味著你們關係 有些狀況 你跟對方發生了一些口角或爭執 那他必須 他會跟你說 夢會告訴你說 你如果再不去做這些處理 很可能再來你就會做出 你自己也無法原諒自己的事 所以它可能是關係出現的問題 是 然後 如果你夢到是跟長輩發生關係 跟長輩 比方說跟爸爸跟媽媽 或跟就是那種很複雜的感情關係 也不用緊張 其實這看起來滿可怕 它其實在暗示你的人生 要做一些改變 而且這個改變可能是 跟你現在的這個心理的層級 有一點落差的 你要找一個年紀比你大的 比較有智慧的人去做改變 所以他不是說你真的要跟他發生關係 而是你要做一點調整 不能再停在現在的位置了 是 所以這裡的所有的夢境 都不是這個字面上的意思 不要因為你夢到這個 就覺得好害怕會不會發生這件事 沒錯 所以像我們剛剛都有講到說 我們畢竟結婚這麼多年了 就總是會夢到一些 就是帥哥什麼之類的 所以好夢 羅雲有夢過嗎 當然有 可是我夢到的那個人是 我自始至終都看不清楚他的臉 然後可是我那個夢的感覺 就是很溫馨 然後很開心 很快樂 很像談戀愛的感覺 然後醒來以後就是 真的希望不要再醒來 會故意到睡到床上 想說可不可以再繼續 然後在夢裡面 你看不到他的臉 可是你就會覺得 那個感覺互動是很好的 然後兩個人有說不完的話 其實我好幾次 就是想把他臉搬過來 看到你自己走 這不可以相信 不是 對號入座一下 周圍有沒有這一個人 對 那怎麼樣都看不到 他沒有看到是誰 這樣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第一種情況就是 時間還沒到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那個 搬過來 就是看他的臉的話 我們有一個 就是心理學有一個做法 叫做 就跟孵蛋一樣 就是你在睡前 然後你就跟前醫師說 前醫師我今天晚上做夢 我希望可以看到那男人的臉 這是一種催眠嗎 所以查看他的劇可以嗎 他如果前醫師有要告訴你說 再來會發生什麼事 你當天就會做跟他有關的夢 不一定是臉會翻過來 你可能夢到一隻河馬 或夢到什麼 所以他可能象徵的是別的東西 但他可能就會給你一個夢境 可是真的耶 我以前就是有在 就是談一段戀愛的時候 然後那一陣子 我就是一直在想說 這個戀愛要讓大家知道嗎 然後我就非常地擔心 然後那一陣子 我真的一直夢到劉德華 來探班 他就一直在那裡 劉德華就一直像在那 我覺得你根本就渴望 想嫁給演藝圈的人吧 然後我就說你不要再來了 因為你這樣會打擾我的工作 你來拒絕他 我很生氣 我說你不知道你那麼宏 大家都會想說 那我是靠你來進演藝圈的嗎 很生氣說你不要再來了 對 我覺得這樣 你不是夢到劉德華 就夢到朋友 你到底對你老公有多不滿 因為他不用夢 他就摸得就摸得到 哪像你摸枕頭而已 有一個部分也是會讓老婆 覺得壓力很大的 對 刑房 我的天啊 我知道刑房 妳真的好敢講 我們都不敢說耶 對啊 不過我轉到這一邊 對不起而言 其實真的是一件 非常平常的事情 可是我真的為了刑房這件事情 跟我老公說 那乾脆我們理一理算 妳現在要開始講故事對不對 對 妳往右邊看一眼 他老公在後面 妳可以去外面一下嗎 妳先離開一下 還是我先講 我們到了香港以後的事 又人生 對 因為我老公去年結紮之後 我... 他真的聊很開耶 好了 真假 我的事好爛 刑房次數從一個禮拜的一到兩次 變成他天天都血了 天天 意思是說結紮之後會變猛喔 對 對 有這回事 小梁跟 就是來這裡做麵子的 就對了啦 先要聞 對啊 每天都天亮才睡就對了啦 好累喔 這不是好事耶 天天聽起來好有壓力喔 有史可見老婆晚餐煮飯 她真的沒吃飽 她認真沒煮飽 可是我下次要煮多一點 對 才不會來吃我 好恐怖喔 所以我一陣子之後 我就開始累了嘛 我就會開始反感啊 所以我就會開始拒絕她 可是她就會很生氣地跟我說 為什麼我想要的時候 妳不給我 難道妳是要我去外面找小三嗎 吵這種話 火大耶 真的 我每天在家裡這麼辛苦 我要做家事 我要顧小孩 我還要去工作 我晚上還要滿足妳 妳都不能為我想一下嗎 妳可不可以 不要只在乎妳自己 所以我們就坐下來 好好的溝通討論 從那時候開始 只要她想要我不要的時候 她就要自己想辦法去解決 對 就是彼此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而且要雙方都能接受 因為親密關係 還是夫妻滿根本的一個關係 所以還是 對 家庭 好舒服喔 好了 這一把 我們夫妻在法庭上面 我們當然經歷很多 各式各樣 那我曾經經歷過一個 是讓我印象很深刻的 那她的狀況是這樣 這個老婆呢 一直主張說 這個老公在刑訪的過程 要嘛要用一些性虐帶 拿塑膠袋套她的頭 塑膠袋套她的脖子 都不是開玩笑的喔 對 所以原本拿塑膠袋套頭 將近這樣 拿便如 那會沒感覺吧 對 那個可能不行 那會笑出來 然後還身上貼膠袋 把她扯下來 拿塑膠袋這樣拉起來 我懷疑妳跟妳太太是怎樣 怎麼講得好像這樣熟悉 原來妳是喜歡妳老婆 被套絲襪 妳那邊玉琳哥的整人節目 不是啊 他們那邊 真的有點變態 你們不要這樣 人家是真實的 對 就真實的 是這麼變態 然後所以她希望能夠 跟她老公離婚 不希望再跟她老公 繼續刑訪發生這種事 這真的沒辦法 好 那我們也覺得 我們聽了就像各位凡一樣 那這真的很糟糕 所以我們也跟法院 去提起這個訴訟 那她老公說 沒有啊 我太太很開心啊 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太太都沒有抗拒啊 而且太太也是配合的啊 我怎麼知道 怎麼突然太太說 她不開心這件事 我以為太太跟我 喜歡的是一樣的 最後呢 讓我比較難 應該說讓我覺得比較尷尬 就是好 太太就拿出了 老公幫她們在性愛過程 拍的 性愛錄影帶給我看 直接畫出妳看 可以打馬賽克沒有 最有力的證據 最有力的證據 因為太太想要證明什麼 在這個過程 她都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她在這個刑訪的過程 表情都是很難看的 所以要拿給法官看嗎 對 所以我們變成 擷取一些她表情不好 再加上馬賽克的畫面 處理過的 照片給法官 而且還好法官是女生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是常常打架試案件 遇到男法官跟女法官 就完全看法官 對 如果是女法官 她會很能夠同理當事人的 有多不舒服 對 所以這個女法官 就當庭就去罵了這個 她的老公說 如果今天嫁給妳 是變成奴隸或性愛奴隸 那這種狀況的話 這個婚姻根本不需要存在 所以後來就判離了 對 後來判離了 甚至覺得 性侵對不對 對 OK 好 那簡律師這邊的狀況是 情侶之間 就是也是會有一些 有意無意 屬於兩個人的小甜蜜 對不對 但是這些小甜蜜 在愛的時候是很好 不愛的時候也滿可怕的 是 就是說有一位 就是有一對情侶 他們平常是很愛的 那當然因為 同居的關係 又有發生一些正常的性行為 那他們就有些起 就比較親密的對話 比如說女生就會說 那妳昨天怎麼強暴我 男生就說 強暴你又怎麼樣 妳今天給我小心一點 那情罵俏啊 好色情喔 對啊 我的女生 等一下 這邊兩位媽媽 是不是有一些畫面 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我覺得好像 很多情侶之間 他們是有可能 這一定會發生的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 一個挑釁的一句而已 但是其實會有兩個人 因為錢的事情就分手 那因為只要扯到錢 就會很難看 所以雙方其實 因為這件事情有鬧上法院 那男生在準備訴訟過程中 就突然接到傳票了 刑事案件的傳票 他怎麼樣 女生告他妨礙性自主 意思就是強暴啦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因為性侵害案件 通常沒有證人 是 絕對不會有嘛 所以其實審判長 法官如果你有承認 他會非常非常看重這件事情 就會很相信你的自白啦 對 因為 是說那一段對話紀錄 對 就是那段對話紀錄 他就把他提出來給檢察官 檢察官就相信了 那就幫他起訴 那在過程中 我們就覺得很危機 說因為這個 是不能一顆法經 而且絕對會關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開始想 幫他想辦法 那最後我們是用一個方法 去說服法官 後來判他無罪 對 原因是因為 他們其實在對話內容中 光是強暴這兩次 就出現二十幾次 他每次強暴完 還是繼續甜蜜 然後還是繼續打情罵俏 還是會有一些 那個是說甜蜜的對話 那從這樣看起來 其實法官也很難認定說 那一次行為就是強暴 所以最後是判這個男生無罪 那這男生很生氣啊 我怎麼跟你打情罵俏 一個無心的一句話 就被拿來當作這個 起訴的材料 對 他就馬上反告那個女生誤告 跟他求償一大筆 這個所謂的精神賠償 最後法官是有懸判 那不過判多判少 作紋到底會可以消耗多少熱量 那研究顯示 從一般的蜻蜓點水般的紋 可能一分鐘消耗的熱量 是二點多卡 二點多卡你想像 就跟你坐著差不多啦 輕到一分鐘 對 而且要一分鐘喔 激烈的身紋也是一分鐘時期卡 一分鐘 一分鐘很久耶 現在是先親一分鐘 就是 對 或者是你說 當然如果做喜歡做愛做的事 也能夠受身啊 做愛做事也可以 是 但是只要你能夠時間夠久 因為我印象中她是說 如果一個小時 大約相當於半跑半個鐘頭 問題是 大家有誰能夠一個小時呢 所以 這次看對手 我還不能自己去跑步 一看時間 對啊 你這也太依賴對手了啦 遇到豬隊友啊 第四個 為什麼被抓尖在床那麼高呢 這個我覺得它應該是推算的 第一個 他們付了旅館費 所以他們想說多做一點 所以實際上 第二個他們在做的時候 又很擔心被發現 然後一旦又被發現又驚嚇 所以累積起來就有一千五百塊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張錶給老公看 說老公 我想減肥 那妳看其實 那妳要怎樣 老公會以為妳暗示什麼 對啊 妳要暗示他什麼 你看 約會啊 約會其實是一個 很好的減肥方式 為什麼 你看 約個會喔 你看 你就開心嘛 然後就兩百卡 如果車裡再約個會 這樣不是就六百了 然後我們再去樓梯間 壁咚一下的話 對 妳今天的熱量就代謝掉了 那如果可以被抓姦 不在床的話 那大概一千 也一千 沒那麼緊張 但是還是有運動到 對啊 好有趣喔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請你再按下 請堂